好 首先我介紹四位主持 梅頭 波蘭 莉莎 鴿莉莎 鴿莉 我的本書很深刻 因為我們全程沒有寫稿 稿就是在我的心裏 所以我很大壓力 就是這個女士 因為學歷斯本身對於歷史是有研究 他有很多專門公共的資格派 他是藥專家 是的 當初他們選我 因為我本書是 很多年前的事 所以我要收拾這個歷史 我之前有很多工作 我每一天在酒店裡有寫很多書 然後去到現場 我又要寫很多工作 我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很深印象就是大家 吃雪糕在裏面本書的時候 就是一碗雞就是雪糕吃 但你們知不知道 原來在日本150 第一杯的廚房是多少錢 很貴的貴族食應該是 應該是 200元 以前是200元 是1萬元 現在是700元 因為他們以前懂得做冰 那些冰都是在味道那裡 所以我心裡有很多 所以我很驚愧 所以我們就在台北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這些東西 有很多人都會吃 但我沒想過原來 這麼多的東西會吃 所以我叫你放癡 喜歡 然後可以吃 然後買一些 然後買一些 帖子 有很多人都會拍攝 你是不是 我可以說 就是